我们都知道在《如意传》中 莲心是傅察皇后身边的丫鬟 而当傅察皇后死后 莲心对渣渣龙说的这段话 其实大有深意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说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莲心之前的遭遇 在剧中 傅察皇后为了更好的知晓 渣渣龙的心思 就把莲心嫁给了 在渣渣龙身边伺候的王清 傅察皇后这样做 可谓是毁了莲心的一生啊 这莲心刚结婚没多久 就想跳入水中自尽 但刚好如意从旁经过 让人把莲心救了上来 最后莲心告诉了如意 王清是怎样对待自己的 看着莲心身上的伤 就知道莲心过得有多痛苦了 如意知道莲心的遭遇后 就打算帮莲心脱离苦海 之后如意设计王清 让他服用禁药后冒犯了高熙月 因此王清被刺死 所以莲心重获自由 正是因为如意的善举 让莲心脱离了苦海 之后傅察皇后因为永逢夭折 又加上景色远嫁 这导致本就身体不适的傅察皇后 身体越发的虚弱 就在傅察皇后在外散步时 听到白蕊姬这样说 一抱还一抱啊 为娘的做了什么孽 便都报应到孩子身上 这二阿哥和七阿哥 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孩子 怎么会都早腰了呢 傅察皇后听到这话后 神情就恍惚起来了 她不能接受是因为自己做的孽 才报应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的 傅察皇后就这样神经衰弱的走着 最后掉入水中 莲心亲眼看着傅察皇后落水 但是没有叫人前来营救 这也是莲心在向傅察皇后报仇 最后是凌云彻发现皇后落水 把她救了上来 之后不久 傅察皇后就去世了 但后面家贵妃身边的真书 把皇后身边的宿链骗到了石桥上 把宿链给杀了 还把纯贵妃的珠花放在宿链的手中 经预言这样做 就是想陷害纯贵妃 让她失去当季后的可能性 扎扎龙对如意表示 皇后崩世 在许多事情 她还是致死不认 如意不想罢休 认为皇后做了这么多害自己的事 她就这样死了 还是没有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于是扎扎龙便招来莲心问话 之后莲心来到扎扎龙这儿告诉她 宿链一直牵挂家中变若老母 希望来日可以除宫侍奉左右 莲心没有直接说宿链不会殉竹 而是说宿链家中有母亲要照顾 不会寻死 这样就会让扎扎龙觉得宿链是被人杀害的 李玉在旁边听着 于是这样质问莲心 莫非是因为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为罪自裁 李玉的话正是扎扎龙想问的 因为就在皇后死后 扎扎龙去询问皇后所做的坏事 但是皇后好多事都没有承认 这也让扎扎龙有点困惑 莲心听完李玉的话后反驳她 宿链是皇后娘娘的奴婢 她若有罪 那皇后娘娘成什么了 若想自裁 宿链也不必惦记着家人了 莲心表面上是在袒护皇后 但她这样说却也更加证实了 皇后有不可见人的秘密 要不然身为心腹的宿链 又怎么会被人杀害呢 莲心这段话更加证实了扎扎龙对皇后的猜想 之后如意询问莲心 皇后做了些什么害人的事 于是莲心这样回答如意 奴婢侍奉皇后娘娘多年 也算知道她心性 皇后娘娘虽然爱自情妾 将端慧太子之轰迁怒于您 也忌惮您曾是敌附近人选 但奴婢觉得许多事她犯不上去做 为何犯不上 皇后娘娘会因私心而行事不当 但许多事她无谓去做 更怕做了会牵连她最重视的傅察氏荣耀 还有她日夜期盼的太子之位 莲心的这番话让扎扎龙意识到后宫的水很深 如果要查下去势必要把后宫弄得天翻地覆的 而且扎扎龙也知道如意的性子 知道如意想查下去 所以扎扎龙就先支开了如意 自己一个人询问莲心 就在如意走后扎扎龙质问莲心 宿恋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受皇后指使的呀 莲心告诉扎扎龙 莲心这样说就是想告诉扎扎龙 皇后身边有人 于是扎扎龙便问莲心 皇后生前和哪位嫔妃走得近一些 只见莲心这样说 纯贵妃 家妃也常常来往 但家妃与慧贤皇贵妃面和心不和 要说家贵妃和皇后走得近倒是实话 可纯贵妃明明就没有和皇后私下有啥交集 莲心故意这样说 就是想让扎扎龙怀疑纯贵妃和皇后有所勾结 这样一来纯贵妃就当不了皇后了 因为复查皇后死后 一定会重新选一位皇后的 而目前最有可能当皇后的 就是如意和纯贵妃了 所以莲心这样说 就是在报答如意对她的恩情 扎扎龙听她这样说 觉得他们俩的可能性不大 家妃平日口无遮拦 是个直性子 纯贵妃心里只有孩子 其他也没什么 所以扎扎龙还是觉得皇后的背后 肯定还有别人 莲心听扎扎龙这样问 就说出了自己的终极目的 那奴婢也不知了 总不会是复查夫人指点吧 莲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出复查夫人 因为当初莲心本想让皇后不要再让自己和王清在一起了 于是速炼见她这样就威胁她 你的弟妹一直都是由皇后娘娘母家 复查家在照顾 你何该感恩才是啊 当初就是复查家拿莲心的亲人要挟她 才使得莲心不得不嫁给了王清 所以莲心现在就是想要报复复查家 因此莲心在扎扎龙推翻了纯贵妃和金玉妍之后 才说出了复查夫人来 为的就是让扎扎龙迁怒于复查家 因为后宫的人和皇后有嫌疑的不太大 所以当莲心说出复查夫人时 扎扎龙就会更加相信 因为确实除了后宫的人 就是复查夫人和皇后更加亲密 也更加会为皇后全心全意的打算 所以莲心这句话就是想告诉扎扎龙 复查室通过皇后在干涉后宫 这样一来定会让扎扎龙 对复查室没那么器重和信任了 这也是莲心的目的所在 就在扎扎龙问完莲心的话后 莲心走到河边跳水自杀了 总的来说莲心死前的话 让扎扎龙怀疑了纯贵妃 助力如意当上皇后 这也是莲心在报答如意的恩情 最主要的是想让扎扎龙对复查家提防起来 让他不那么的器重复查家 这也是莲心对皇后以及复查家的报复 看来父王是宽我的 都说宫里闷的话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好玩得紧呢 这影妃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兴的傻憨憨一样 可是实真的如此吗 影妃可是很聪明的 每次都仅凭几句话便扭转了局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影妃对扎扎龙说的第一句话 并让扎扎龙喜欢上了他 你是皇上 你认识这 在画里见过 本人比画上好看 画里的人不会笑 冷冰冰的 影妃就这样看着扎扎龙 既用言语表现了扎扎龙的好看 还用自己的行动向扎扎龙表明 扎扎龙远比画上的好看 都把影妃小可爱给看呆了呢 扎扎龙听影妃这样夸自己 当然很高兴啊 而扎龙又看影妃是这样一个天真活泼的人 就更加喜欢她了 之后容配告诉如意 扎龙有多喜欢影妃 自从皇上那日偶遇了影妃 便喜欢她不得了 影妃刚进宫就受到扎龙的喜欢 就是因为影妃的那句话 让扎龙对影妃有了好感 再加上影妃生性活泼 自然就让扎扎龙喜欢上了 这影妃一出场便让扎扎龙喜欢上了自己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个傻憨憨呢 我们也能从别的地方看出影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家贵妃想让扎扎龙重视自己的儿子永成 所以就在扎龙在木兰围场狩猎时 故意让永成放了一匹野马出来 这野马立马就吸引了扎扎龙的注意 于是扎龙就跟着野马来到了林子里 扎龙中了陷阱摔下了马 眼看那匹马马上就要伤到扎扎龙了 这时永成即时出现 射杀了野马 就这样扎龙开始对永成另艳相看 但扎龙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 觉得是有人想害他而射的局 之后又是在木兰围场 扎龙带着阿哥和平妃们 看还没被驯服的野马 这时影妃开口了 听说诸位阿哥们都善于狩猎 若是正马驯不服 一切射辞也便罢了 是这样吧 这影妃从小在蒙古长大 难道会不知道野马要怎么驯服吗 所以影妃这样说就是想套永成的话 熟知野马习性的永成 这样回答影妃 野马虽然难以驯服 但如果是都一箭射死 哪还有好玩的供给公里啊 这影妃就在等着永成上钩呢 于是影妃就继续坑永成 下个的意思是你能驯服得了这野马 是吗 之后永成就向众人展示了自己驯服野马的本事 就因为影妃的这两句话 永成便暴露出自己很懂得驯服野马的样子 这也让扎龙怀疑起了永成 和之前自己因野马而受伤一事联系了起来 之后扎龙也就不那么的喜爱永成了 这影妃真的是什么事都知晓 就等着合适的时候说出来呢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聪明呢 就在魏燕婉的额娘承认是自己陷害了海兰 以及害了如意的十三阿格斯 魏燕婉因为这事而受到惊吓 又担心自己会被自己的额娘牵连 于是魏燕婉便动了胎气 不久后就生下了七公主 扎龙得知魏燕婉生的是为女儿后 便想把七公主交给影妃抚养 可影妃既没有直接说要抚养七公主 也没有说不抚养 而是这样表示 皇上知道臣妾一直不喜欢令妃 况且我与她同在妃位 按照规矩 臣妾能抚养她的孩子吗 这扎龙都开口了 把七公主给她抚养 影妃也本可以直接就答应啊 可她偏偏这样说 不就是在提醒扎扎龙 魏燕婉的位分应该降一降吗 扎龙听影妃这样说就下旨 传阵旨意 令妃齿夺风号 将为答应 这魏燕婉原本还想着自己生下了孩子 扎龙不会因为自己额娘的事而责怪自己的 可影妃的这句话瞬间扭转了魏燕婉的局面 可见这影妃的智慧值得我们细品啊 还有就是在之后的木兰尾场时 突然有刺客跑出来 挟持了十二二个 而且那个刺客还称自己是韩布的人 但一旁的韩相见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死人 这时影妃又站出来套这个刺客的话 你到底是谁 我在韩布从未见过你 果然那个刺客就上钩了 对着影妃叫着相见公主 可见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韩布的人 就是因为影妃的话才得以为韩布证明了清白 而在场嫔妃包括海兰他们 都是只看着刺客干着急 就只有影妃想到了办法套出了刺客的话 这也说明影妃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 能看清当前的局势 并做出相应的对策来 之后林云彻看准时机救下了十二二个 而扎龙因为刺客一室睡不着 影妃看出了扎扎龙的心思就先开口了 前些年木兰秋贤出过市 而如今守卫森严 而且蒙古王公都在 要出手也不必在这般人多的时候 影妃的话就是在告诉扎扎龙 这事是蓄谋已久的 那刺客掐着时间等着 然后找到机会混了进来 因此这事要是想查清楚是需要时间的 紧接着影妃还这样说 影妃这是在提醒扎扎龙 蒙古的人也不会这样蠢呢 所以影妃这话也帮自己的母家洗脱了嫌疑 扎龙听完觉得影妃说的有道理啊 于是扎扎龙也就没那么烦心了 还去看望了十二二个 影妃这一次既帮了韩布 又帮自己的母家洗脱了嫌疑 这样的影妃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单纯天真的人呢 不过影妃讨喜就在于影妃虽然聪明 但她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聪明去害人 而影妃所针对的也只是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罢了 所以影妃在后宫中也是一股轻流般的存在呀 所以我们从以上能看出影妃的每句话都不是废话 说出来的话都能达到一定的作用 可见这影妃也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请关注点资讯